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苦逼到一定进阶了你知道吗 我看得出来他们非常努力了 但是他们依然还是很苦逼 如果妈妈上网查东西的时候她是这样查的 我特别帮你把主页调成的百度是为了什么 好吧 其实这样也可以 至少你可以保证 你停留在百度那个页面上 你没有去什么奇迹怪怪的 其他的什么网站 我知道你每次看我新视频 都是百度出来的 ok 我知道 ok 另外一些事情就是 我觉得除了我家猫以外 应该没有任何一个生物可以 比我妈打字更慢了 其实很惭愧 因为从小到大我觉得 我妈妈真的是什么都会干的 非常能干 什么都会 结果24年以后我发现原来 妈妈不是换人哪 说到这个我觉得父母有的时候真的是在无心之中 就深深的伤害了我 用他们特有的回复方式 正常人怎么会尿回呢 比如他们很喜欢用 每当这种时候我都只能在这边憋出病来 你知道吗 那种想发作又不能发作的感觉 因为你很难跟他们解释 这其实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有另外一种 就不能对他们发火 没救了没救 就这样 就这样 还有点我很受不了的 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打电话 给我问一些比较简单的电脑的问题 比如说那些问题确实是蛮简单 简单到我不知道 你买了他们到底知道些什么东西 我找不到你之前帮我照的照片了怎么办 好你听我说 你先用鼠标点两色计算机 点两色计算机 然后有个本地磁盘你把它打开 找你本地磁盘打开 然后有个文件夹 你用鼠标打开它 有鼠标文件夹 好大吧 谢谢儿子 好 现在我可以拿这张照片到网上冲浪咯 还有我想请各位正在看视频的老人们 如果有的话 或者是正在看视频的小朋友 麻烦你们把这段一定要给你们的父母 或者是家长们看 千万 不要 不要 把网上的东西当真 难道你们不知道网上的东西都是瞎扯淡的吗 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开开玩笑 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们 但是我们这是年轻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你知道吗 有的事情一经过解释就会变得非常无趣了 明天就是双十一了 已经做好防范措施 来吧 你干什么了 你把手怎么样了 我告诉你 你怎么站在这里 我现在没有这个孩子 还有的时候他们会给你发一些他们自认为很清朝的玩意儿 比如我老爸最近爱上了玩连连看 那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说 哦 真不错 挺好玩的 我都忘了 我大概什么时候玩的了 可是他们还是会煞有其事的去警告你 很严肃的那一种 这东西你别碰 很容易上瘾的 啥 连连看 哦 不不不不不不 你拿枪指着我 我一定不会去玩的 OK 另外呢 我加了父母的微信以后 我觉得我仿佛一下子变成了 辟谣大师 但这是你马的日夜操劳啊 你夜不能睡啊 夜不能妹 每天一睡醒就看见父母又分享了什么鸡汤啊 传闻啊 全超二十样不能吃的物品啊 我就得马不停的就去底下留评论 去跟他们说这些是假的 苦口婆心的跟他们说这些东西看看就好 我要太当真 没有什么 分享到吧 那都是假的 那都是我们的 真的 我不忍得看你们再被这些脑袋 接到洗脑了 好的 诶 最后呢 还有关于手机的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强调这件事情 就是 手机 它是 可以 带出门的 我跟我妈买了手机以后 我依然还是只有在他跟手机同时在家的时候能够联系到他 我不知道 可能我得解释手机就是移动着的电话 所以你可以把它带出门 我你们 而且我妈妈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发语音的方式 真的是太有创意了 我都有一点怀疑我是不是亲生的 不一般 Holy f… 主要来反正呢 我们这代人在父母的眼里可能是非常神奇的一代人 因为我们可以搞定他们甚至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 呃 你可以帮我把蓝牙关掉吗 哦 完全没问题 蓝图细数为0.2 好了 给你吧 嗯 谢谢 哈 不客气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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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期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IP 杨一空 马上就是父亲节了 不要忘记跟自己的爸爸 祝父亲节快乐 那我跟以前一样 下周一再见面吧 掰掰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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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罟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我的个人信息都在屏幕中央 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Wip 杨一鹏 也可以看看我的其他视频哦 波罗 波罗 老爸 你在干嘛 啊 누� 我再把你造出来 他不是我老板 所以我是被领养的 啊 哟哟